让最慈悲的开示 让大智慧的法语 让具教化的节目 沉浸孩子的深口意 令孩子的成长之路 有佛 有菩萨 有善之士 长相左右 处处关照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自残的猴子 在猕猴国家自然保护区 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生活着十几群猕猴 这种动物生性好动 喜欢惹是生非 种群间常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 群内也常发生地位之争 所以经常有受伤 患病或失去生活能力的老猕猴 被动物保护者 送到保护区附近的救助站里 哎呀 这简直就像是动物园的猕猴馆啊 我们这里叫猕猴招待所 猕猴招待所 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因为这里猕猴群成员的流动性很大 不断有受伤需要救助的猕猴住进来 也不断有康复的猕猴出去 这里包吃包住 还管打扫清洁 你说这里像不像招待所啊 原来是这样啊 这么说来 这里还真像一个招待所 张伯 快来帮帮忙啊 有人又送来了一只猴子 你看 又有猴子要来招待所了 走 我们看看去 当小家跟着张伯 看到这只猴子时 不由地愣住了 这是一只年轻的熊猴 它身体瘦弱 猴毛杂乱 两条腿伤得很重 只能靠前肢 勉强在地上爬行 它全身皮开肉绽 脸也被抓伤了 满脸鲜血 天啊 这只猴子究竟遭遇到了什么 它好可怜啊 看来它受到的惊吓可不小啊 没错 这是一只剑猴 它是一只剑猴 难怪会变成这个样子 剑猴 什么是剑猴啊 剑猴就是猴群里最卑贱的猴子 它在猴群里不但吃不饱 还会经常受到其他猴子的欺负 没错 这只猴子 我们观察它很久了 我们还给它取个名字 叫做卡卡 卡卡是个孤儿 是猴群收留了它 也因此 它在猴群里的地位非常低 进食时 要等其他猴子吃饱了 它才能去吃 宿营时 它总是被排挤到最外圈去睡觉 那里不仅寒冷 而且更容易遭到天敌的袭击 天啊 它真是太可怜了 还不止这些 平时猴群里的任意一只猴子 都可以欺负它 而它却不能还手反抗 是啊 这一次 就是因为它偷吃了猴王的一个桃子 结果 被猴王手下那几只强壮的熊猴 给打成了这个样子 多亏当时我和同伴 在暗中观察猴群的生活习性 发现这一幕后 赶走了猴群 否则 它说不定真的会被打死呢 卡卡 不要害怕 我们会帮助你的 王医生来了 先让它给卡卡检查一下吧 哎呀 怎么又是它呀 王医生 你见过这只猴子 是啊 有好几次 我和同事进入保护区后 都看到这只猴子身上带着伤 我还给它处理过两次外伤呢 王医生 当初你应该把它带回来才对 要是当时把它带回来了 它也不会变成这样 它当时不过是受了点皮外伤 哪具备进救助站的条件呀 不过这次伤得可不轻吧 这个家伙很幸运 它并没有伤到筋骨 只要精心调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康复了 这个家伙真是命大呀 张伯 卡卡就交给你们了 放心吧 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康复的 张伯 就让我来照顾卡卡吧 好吧 可怜的小家伙 可怜的小家伙 以后你不会再受苦了 从那天起 小家开始对卡卡 无为不至地照料 每天给她擦洗伤口 用新鲜的蔬果喂她 甚至自偷腰包买牛奶 给她补充营养 卡卡 牛奶来了 快过来喝吧 卡卡 你动作越来越快了 看来你康复挺快的 小家 你对卡卡可真偏心啊 这里那么多受伤的猕猴 可是你却只给她喝牛奶 其他的猴子会有意见哦 卡卡伤得重 理应特殊照顾 而且她被其他猴子欺负惯了 一直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 实在太可怜了 所以我们多给她一些温暖 也是应该的 小家 你不要忘了 她为什么会被猴群打成重伤 她是偷吃猴王的食物 才会落得这个下场 要知道偷抢猴王的食物 可是严重的犯上作乱 说白了 她伤成这个样子 那是自讨苦吃 旧游自取的 张伯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你是在为持强凌若找理由 卡卡平日里吃不饱 她都快要饿死了 自然得想办法找东西吃啊 就算触犯了猴王的尊严 就算有罪 也罪不至死啊 好吧 不过你如果过分宠爱她的话 那可是在害她 怎么会害她呢 我这是在关爱她 卡卡 你说对不对啊 在小家的特殊照顾和精心护理下 卡卡的身体恢复得很快 不仅伤口愈合了 原本瘦弱的身体也渐渐强壮起来 于是她便被送进了 被铁丝网围着的猕猴招待所 招待所里生活着十几只猴子 他们老的老 小的小 病的病 残的残 卡卡在这里不会受欺负吧 不会的 这些猴子都很弱的 而且流动性也很大 因此他们不像野生猴群那样有猴王 而是自顾自地生活着 卡卡 卡卡不要害怕 有我在谁也不能欺负你 对 就是这样 卡卡 以后你可要挺起胸膛做人 哦 不对 应该是挺起胸膛做猴 你这个家伙 怎么能欺负卡卡 卡卡 卡卡 你快吃吧 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张伯你看 卡卡她找到自信了 小家 我怕你这样纵容下去会毁掉她的 怎么可能毁掉她 我这是在帮她找回自信呢 因为小家的纵容庇护 这里其他的猴子都开始惧怕起了卡卡 而卡卡则越来越得意霸道 她很快变成了这里唯我独尊的猴王 张伯你让我去看什么 我让你去看看卡卡 啊 卡卡 她怎么了 她又被欺负了吗 谁还敢欺负她 现在她可是整天欺负别人呢 天啊 卡卡 她这是在做什么 这几天卡卡非常霸道 前几天刚刚把独眼的猴子给打伤了 昨天又把那只老猴子身上的猫给扯下不少 她现在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的呢 卡卡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好了伤疤忘了疼 你忘了自己做健吼的时候 天天被别人欺负吗 你现在做了猴王 怎么也开始欺负弱小了 这个卡卡真是太过分了 是啊 我们该放她回山林了 要知道招待所里只收留老弱病残 她的身体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 留在这里只会惹麻烦 是啊 是该将她送走了 就这样 卡卡被送回到了森林 虽然后奇卡卡的作为让小家很生气 但卡卡的离去还是让她非常牵挂 怎么 你还在想着卡卡 是啊 张伯 你说在森林里没人照顾她 她会不会再被猴群欺负 森林里还有那么多凶猛的动物 不知道她会不会遭到攻击 小家 不要担心她了 卡卡终究是野生的猕猴 不管遭遇了什么都是她自己的生活 张伯 小家 你们快去看看吧 卡卡她回来了 啊 卡卡又受伤了 是你们把她救回来的吗 不是的 是她自己跑回来的 啊 她自己跑回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快去看看吧 张伯和小家 跟着工作人员 朝外面大门口走去 救助站的大门紧闭 门外的卡卡 远远地看到小家后 显得非常激动 她一下子扑到门上 急切地嗷嗷叫着 还拼命摇着门 哎呀 才多久不见 卡卡怎么受成这个样子啊 看来她回到猴群后 依旧改变不了剑猴的身份 所以才又回来了 这个家伙真是不值得可怜 她四肢挽好无损 身上也没有受伤 她把我们这里当成什么了 是啊 不能把她放进来 我们这里又不是动物乐园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她看起来真的太可怜了 我们不是她的救世主 我们不能一直帮着她 她只能自己救自己 没错 她无病无痛的 就应该学会独立生活 而不是靠我们的庇护 走吧 我们不要理她了 不要做这种没用的事情了 我们这里只说留老弱病残 你正当壮年就想来混吃混喝 没那么容易 卡卡听后愣了一下 突然 她将自己的胳膊伸进了大门的门缝里 然后身体用力地扭动 只听 弄擦一声 卡卡发出了一声惨叫 她的手臂被折断了 软软地垂落下来 表情痛苦的卡卡跪在那里 用渴望的眼神看着众人 天啊 卡卡她竟然自残 为了住进这里 她竟然拧断了自己的胳膊 小家 你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你对她过分的宠爱 才让她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救助动物的时候 一定要行为得当 不要过分地照顾宠爱他们 否则就会变成卡卡这个样子 依仗着人们的宠爱而胡作非为 而且还丧失了野外生存的能力 这样一来 那就是害了她 她现在断了胳膊 放她进来吧 大门打开的那一刻 卡卡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而众人却神色凝重 小家经过这次的教训后 后面的这段日子里 对卡卡的管教方式 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调整 卡卡也在小家的调教后 就知道如何收敛 成为一只守秩序又合群的猴子了 学佛多年的程小姐 养了一只名叫慈悲的小狗 这只小狗 虽然瘸了一条腿 但是却整天寸步步离 成小姐 慈悲 你也累了吧 来 过来我这边休息一下 陈师姐 你这又出来散步啊 是啊 慈悲已经习惯每天这个时间 来公园走一走 透透气的 是吗 陈师姐 你对这只小狗可真好啊 每天可说是形影不离啊 可不是吗 主要是慈悲 它也特别通人性 它喜欢我 我也喜欢它 你说是不是啊 慈悲 哎呀 它还真的能听懂你的话啊 慈悲 你可真的很有灵性啊 来 我这里有好吃的 给你吃 哎呀 慈悲这是什么表情啊 你不知道啊 这个慈悲和陈师姐一样 学佛吃素 你给它香肠 它当然不会吃了 啊 我没有听错吧 这只狗竟然吃素 这怎么可能啊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知道 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小狗 它正在潜心修行 陈师姐 你说它在修行 一只狗怎么会修行呢 是真的 它不仅修行 而且修得很好 这辈子它虽然在畜生当 但我相信 它下辈子 一定会转身三善道 继续修行的 真的会这样吗 陈师姐说的没错 你知道吗 慈悲它还会向人讨念珠 然后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走来走去 那气度 那姿势 看起来就是一只狗法师的 天哪 真是不可思议 看来慈悲真是一只 了不起的小狗啊 陈师姐 那你是怎么得到这只狗的呢 它又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呢 这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我第一次看到慈悲的时候 它还是一只小狗呢 哎呀 什么声音 那个箱子里面 好像有什么东西呢 里面好像有什么动物 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哎呀 有一只小狗 好可爱的小狗啊 可怜的小家伙 这么小就被遗弃了 哎呀 这个小家伙的腿 有残疾啊 真是这样啊 我想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它才会被丢弃吧 这个小家伙天生残疾 已经就很不幸了 它的主人怎么能够 又将它给遗弃掉呢 可怜的小家伙 如果没有人收留你的话 你可能很难活下去 是啊 谁会养一只 腿有残疾的狗呢 不过幸好它遇到了我们 我们学佛的人 都以慈悲为怀 小家伙 以后你就和我们 生活在一起吧 哎呀 你看这个机灵的小家伙 我们一说要收留它 它就睁开了眼睛 这个小家伙 还真聪明啊 我们将它带到念佛堂里吧 相信在那里 它会受到大家的关爱 并开心地成长的 嗯 来念佛堂里的人 都是心怀慈悲的人 哎呀 它好像对慈悲这个字眼 特别敏感哦 看来我说的没错 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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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个小家伙 很喜欢慈悲这个词啊 不如我们就给它取名 叫做慈悲吧 好啊 小家伙 以后你的名字就叫慈悲了 就这样 小狗慈悲便被我们带到了念佛堂 在那里 它开始接触佛法 而且也开始吃素拜佛 哎呀 真是太神奇了 小狗竟然也知道礼佛拜佛呀 当然了 你刚来不太清楚 我们的慈悲可是非常有佛性的呢 它不但知道拜佛 还一直坚守佛门四大戒律呢 这只狗还能坚守佛门四大戒律 这怎么可能啊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慈悲从来不杀生 因为它一直吃素 因此并不像别的狗那样 喜欢捕猎别的动物 当然它也不会去偷东西吃 说它不杀生不偷盗我相信 可是不淫欲不忘语呢 慈悲从来不离开念佛堂 有时候外面也有母狗经过 但是它却从来不走出去 似乎它愿意一直留在这里 和佛作伴 而不忘语就更好理解了 慈悲从来不乱叫 除非来者不善 心存恶念 否则它会一直摇着尾巴 欢迎大家来念佛堂的 因为它知道来这里的人 都拥有一颗慈悲的心 慈悲真是了不起啊 很多人都不能认真做好四大戒律 可是它却能做到 真是太了不起了 好了 慈悲 今天的功课就做到这里好了 我们该出去走走了 程师姐 慈悲果然还是和你最亲啊 除了你没有人能带她走出念佛堂 也许这是我和慈悲的缘分吧 从看到她的第一眼起 我就觉得她就像是我的亲人一样 而她对我也特别亲近 或许我俩前世有缘吧 嗯 慈悲 这里好安静啊 怎么样 你喜欢这里吗 我就知道你喜欢安静的地方 这里偏僻 平时很少有人来 如果你喜欢的话 那以后我就经常带你来这里 哎呀 我胸口怎么突然痛了起来 慈悲 别担心 我没事的 休息一会儿应该就会好了 当时我突发病晕倒在了地上 没想到慈悲竟然飞快地跑回念佛堂 找人来救我 如果不是大家及时将我送到了医院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这么说是慈悲救了你 没错 要知道慈悲的腿有残疾 走起路来都一拳一拐 更别提奔跑了 但是听念佛堂里的人说 那天慈悲跑得好快 就像闪电一样 当然 他的腿毕竟是有残疾的 在奔跑的过程中 由于失去重心 他跌倒了很多次 但每次跌倒后 他都会飞快地爬起来 继续奔跑 慈悲真是有一颗慈悲的心啊 他为了救你 完全不顾自己身体上的残疾 是啊 不过慈悲之所以会这样 也是因为陈师姐 你的慈悲心影响了他的心灵 他在你的教导下 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其实从慈悲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万物都有灵性的 你行善便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和生灵 和你一样心生善念 你作恶也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和生灵 也心生恶念 陈师姐 也就是从那以后 慈悲就一直跟在你的身边 形影不离 是吧 是啊 自从那天起 慈悲好像怕我一个人会出什么意外 所以他就一直跟在我身旁 我想 他这是想要保护你吧 慈悲一直守护着程小姐 而程小姐也将她带回家一起生活 然而 有一天晚上 程小姐在睡梦中 心脏又出现了异常 程小姐在床上 痛苦地捂着胸口 旁边的慈悲紧张地围着她 转来转去 呜呜地叫着 慈悲 不要紧张 没事的 只是我的胸口好闷 看来老毛病又犯了 得赶快叫救护车 他伸手去抓床头的电话 磕手还没碰到电话 就一下子晕倒在床上 慈悲见后 急忙窜到了程小姐面前 不停地用舌头舔着她的脸 并发出一阵阵急促的叫声 想要把她叫醒 但是程小姐却一动也不动 毫无反应 慈悲显得有些急躁 她用嘴咬住程小姐的衣巾 想要拉她起来 可是用尽全力后 却仍没有办法将她拉起来 慈悲急地在屋子里转来转去 此时此刻 慈悲意识到了自己 无法救醒程小姐 而房门紧闭 她又无法走到屋外寻求帮助 慈悲不停抓納着房门 打不开啊 这样下去 主人会有危险了 我要赶快离开这里 寻求帮助 慈悲在房间里跑来跑去 想要寻找出口 突然 她一眼看到了窗户 她急忙窜到了窗台上 透过玻璃 她看到外面楼下 还有行人路过 太好了 有人 我可以让他们来帮忙 慈悲透过玻璃 朝着楼下的行人 不停地狂叫着 然而楼下的人 哪里能听得到这叫声啊 怎么办 他们根本听不到我的叫声 这下该如何是好 再这样拖下去 主人可就危险了 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 主人 你不会有事的 一定会有人来救你的 接着 慈悲后退了一步 然后 猛地加速 朝玻璃冲了过去 慈悲撞碎了窗玻璃 直接从楼上跌落下来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这只狗 怎么会突然从窗户 摔下来啊 这不是 程小姐家的慈悲吗 发生什么事了 它怎么会掉下来呢 要知道 平时 它可是一直跟在 程小姐身边 寸步不离啊 哎呀 不好 不会是程小姐 在家里出什么意外了吧 你先送慈悲去医院 我去她家看看 由于大家的及时赶到 程小姐又一次化险为夷 而小狗慈悲 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慈悲 谢谢你救了我 你不要太难过了 慈悲她一心向善 虔诚修行 她的离去 我想也是因为功德圆满 脱掉一身毛皮 得到往生的缘故 嗯 祈愿佛菩萨 接引慈悲 往生极乐 继续修行的 护持中华护生协会 协会所做的就是爱护 任何一个生命需要帮助 我们将生出援手 护持护生 任养学童 邀大众一起来加入 华博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民中华护生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郭彦君 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关心武汉肺炎的疫情 最近政府也一再提醒大家 应该避免搭乘长途搬机 参加大型的活动 前往疫区或是进出医院 其中医院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减少进出可以避免将病毒带出医院 或传染给院内的人 可是如果有亲友住院生病的话 我们要如何表达关心呢 这里有个好方法哦 可以多多利用手机、平板、电脑 以视讯的方式慰问亲友科技探病 心意不打折 最后温馨的提醒 少去医院视讯探病 让亲友感受得到你的关心 表达问候又防疫 一举两得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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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